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2年5月3日 今天是星期二 我們今天將會有直播節目 在香港時間 晚上8時開始 大家記得注意 我們這一節要跟大家繼續討論核彈的問題 我們早前也跟大家討論過 俄羅斯打算要核平世界 不僅是普京這樣說 還有 俄羅斯裏面的戰狼也是說相同的事情 甚至乎 有個之而無不及 俄羅斯 所謂的議員 甚至乎 鼓勵 鼓吹 用核彈 不僅攻擊 這個 經常 跟他作對的英國 還要 攻擊法國和德國 現在 可以說得上那些俄羅斯戰狼就是擋著了 這個 俄羅斯戰狼絕對是會 使得俄羅斯滅亡 無論你是用核彈那種滅亡 還是 全世界現在圍堵著你 跟中國大陸很相似 初初 中國大陸說自己崛起 後來 中國大陸越來越多戰狼 跟全世界的國家開火 所以 其實這個戰狼外交不只是中國大陸有 俄羅斯的情況 完全一樣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目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我們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好 請大家繼續多點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 繼續打開本台的節目清單 打開本台節目 欣賞播放 無限烏大法 手動點擊 這個 最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付費支持的朋友 請盡量使用Patreon 多謝你支持 我們昨天就跟 一起去了牛津 原來我們也有網友在牛津住 應該不止一個 我們昨天就見了兩個 很久沒見的網友 在牛津那邊 我們 接下來也會慢慢抽到多點時間 在英國多點實地考察 因為在英國應該用一個 比較貼地 比較實用 比較負實一點的角度去 介紹多一點 不同的東西 以及不同的地方 除了介紹不同的地方 介紹不同的 物業 又或者是買房子 還有學校之外 還有其他東西我也會介紹 不過我就正在進行中 所以 我遲些就會跟大家慢慢說 4月份 4月底的時候 當時已經傳播了 就說俄羅斯 要 威脅要用核彈攻擊英國 這個當時是俄羅斯的官媒 知名的主持人 覺得 英國擺明居馬支持烏克蘭 令到他氣炸 於是就在電視節目上 呼籲俄羅斯 總統普京 說要用核彈去對付英國 要用報復 英國操野地支持烏克蘭 這個外奸就說他 有一個名號 他的名號叫做普京傳聲筒 是不是很熟悉呢 好像習近平身邊有很多習近平傳聲筒 中共傳聲筒 香港 也有一大堆人無應 經常說收到北京指示 實際上就是自己在裝有內幕 實際上他們是不是真的有connection呢 這個是非常有問題 很多時候 是他們自己在叫陣 當時做的節目 就是跟俄羅斯聯邦太空總署 處長 做過對談節目 說起 就是俄羅斯 今年投入使用的新型 導彈 洲際彈道導彈 薩爾瑪特 他恐嚇 說 事實證明我一顆 薩爾瑪特導彈 足以將整個英國抹去 從地圖上 因為 薩爾瑪特飛彈 取代了蘇聯時代的撒旦飛彈 所以這個 又稱為撒旦二型飛彈 這個飛彈難以攔截 所以 令到俄羅斯那麼有信心 覺得 他們可以對付全世界 那邊說完不久 來到近日 又出現類似的事情 這些俄羅斯議員 繼續主張世界核平 這次不單止攻擊英國 甚至乎 他們主張攻擊法國 以及德國 說這個西方世界 根本沒有能力 攔截相關導彈 確實 西方世界 英國 沒有那麼強大的攔截能力 美國可能有機會攔截到 英國 的國策關於 核彈其實 並不是 攔截射過來的核彈 反而 英國的核政策 就是 動用這個搭載核彈頭的核潛艇 就是會作出 互相毀滅的保證 換句話說 英國一旦遭受核彈攻擊 你攻擊不了 核子潛艇的位置 因為你根本 掌握不了核子潛艇 在哪裡 整個英國的北部 蘇格蘭的地方 裡面有大量的位置 可以潛藏著核潛艇 所以核潛艇 搭載核彈頭的正式 正確用途 就是一旦 遭受核彈攻擊的時候 作出一部復還擊 保證對方被消滅 這件事 跟俄羅斯這些所謂議員說話是一樣的 你有能力攔截 核子潛艇射出來的核彈頭嗎 他們同樣地 不具備任何能力去攔截 換句話說 假如他們真的 用任何一顆核彈 去攻擊 這些西方國家 主要來說當然是法國 英國 兩個國家都是湧核的國家 這兩個國家 都有 相關的核潛艇 能夠對俄羅斯進行反擊 所以這一種說法 其實 真的相當之不負責任 這個基本上是 對全世界一個 很重大的挑釁來的 而且如果射這麼多核彈 大家都知道 其中一個 地球會毀滅的原因就是因為大量的核彈 爆炸之後不只是 核彈攻擊的地方會有問題 是全世界都會有問題 大量的核彈爆炸 會製造出 核子冬天 簡單來說就是因為核爆 導致大量的塵埃 飛上大氣層 跟隕石撞地球的情況很相似 隕石撞完地球 最直接衝擊的那一刻當然會殺人 但是最致命的 不是那樣東西 最致命的是他激起的塵埃 會將 整個地球的大氣覆蓋 然後 陽光照射不下來 然後植物會死 然後 絕大多數的動物 就會死在這個冬天之下 所以如果那個 那個 塵埃 導致這個人工的冬天出現 所以這個就叫做核子冬天 所以 當如果這件事真的發生的時候 再跟大家 討論政治其實就變得無意義 因為這個世界上 將會就是不存在這個問題 一件那麼嚴肅的事 竟然是在叫陣的時候 在電視節目裏面大叫 狂叫 這些人 簡直跟惡魔一點分別都沒有 不單止 完全沒有想過 就是其他國家的人的性命 甚至乎自己國家 完全沒有考慮 這些人根本一心 就是想滅世 這個就是俄羅斯鷹派議員 叫做朱拉列夫 當然 他是惡魔 但是不代表我們要放過他 如果我們被他拋倒 然後向他下跪 那就代表惡魔勝出 所以 人生 最大的 勇氣來自哪裡呢 就是在於我不怕死的時候 不怕被你毀滅的時候 就不怕被你毀滅了 你無論如何威脅 你用多少導彈 多少核彈 都不會害怕你 所以其實 我也不怕去挑釁 我們就在英國 我們就在倫敦 倫敦 根據我們評估 他若要攻擊 一定沒有理由放過倫敦 因為他根本掌握不了 局勢 跟美國 跟日本打二次大戰的時候 情況 不相同 所以 我們在核戰的最前線裏面 這個瘋狂的 鷹派議員 在 Channel 1 俄羅斯國營電視台的節目 裡面叫做60分鐘 就說如果他發射 核彈的話 不力顛倒 Britain 不復存在 然後還要繼續 拿著地圖 說可以攻擊 柏林 然後可以攻擊巴黎 柏林和巴黎 將會分別在106秒 200秒 以及倫敦將在202秒之後 徹底消失 這個時候 聽到火滾那個 是主持人 主持人就說 你說話那麼隨便 你如果真的發動 核子攻擊的時候 這個世界上 在這個戰爭上 沒有人能夠生存 是說保證互相毀滅 不是只是 核彈爆炸的位置會毀滅 實際上 核爆之後 不死得 然後在附近的人 才是最糟糕的 一 那裏有大量的輻射 二 剛才所說的 核子冬天的問題 到底這件事會怎樣發展下去呢 坦白說 我們也不能夠100%排除 雖然我們依然覺得 發生核戰機會較低 但是 核戰 會觸發 在這個冷戰年代 其實已經試過了 實際上 為甚麼地球有毀滅中 為甚麼地球的毀滅中 距離至夜12點 即是毀滅的時間 越來越近 因為這個世界 實在是有太多災難 有機會會發生 所以我們 真的不敢100%排除 只能夠說 他這些說話 是非常之 不負責任 今日 平常需要ished 我們這一節暫時跟大家說到這 我們這一節暫時跟大家聊到這裏 感謝 感謝